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向日葵班討論校慶擺攤時 想推出的遊戲攤位名為財心高照 目前設計概念如下 參加者先選擇基數點或是偶數點其中之一 接著投擲三粒公正的六面閃 就是三粒 投擲三個閃子 一個閃子他有六個面 根據參賽者所選擇 我們看第一小子 依據此規則的話 證欄如果選擇基數點 如果選擇基數點 證欄只骰子一次的話 基數點出現各數的期望值 出現各數的期望值 我們用這個符號 那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一半 他只三個閃子 你一次指三個閃子 他的期望值跟你什麼 跟你一次指一個 那個期望值是一樣的 就是說 我這個呢 因為他六個面的話 有三個面是基數 三個面是偶數 那我指一個什麼呢 指一個閃子的話 他出現呢 基數面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那他也就是說 他那個 出現一次 一次那個基數面 他是一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他的機率是二分之一 這是我 植 第一次的時候 植第一個閃子的時候 所得到的期望值 再植第二個 再植第二個的話 他出現 基數的機率也是二分之一 也是一乘以的二分之一 那我植第三個 也是呢 二分之一 所以呢 這個是 二分之三 事實上就是平均值 就是我三個閃子嘛 那我丟出去的話 他那個 就是說 植出呢 基數點的 個數的期望值 當然就一半嘛 因為他植出去的話 不是個數就是偶數嘛 就一半一半嘛 那植三個的話 他平均值當然是二分之三嘛 所以第一 第一題的話是二分之三 再我們看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他說 希望遊戲能公正的風間 提議 如果參加者選擇基數點 只骰子若出現一個基數點的話 可以得五十元 我就是說 他的話就是說 只出了 一個基數點的話 可以得五十元 這個的話 我們就是說 假如這是K 植出呢 一個基數點的話 可以得五十元 這X的話是五十 五十元嘛 那植出呢兩個基數點 兩個基數點的話呢 可以得多少呢 得一百元 那如果三個都是基數點的話 他可以得一百五十元 好 那如果沒有植出的話 他要呢 賠多少錢 我們說負X嘛 負代表賠嘛 要賠X元 那這樣的話呢 才公正 那現在問說 X應該多少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機率 你植出呢 一個基數點 他的機率多少 植出一個基數點的話 他有三個骰子嘛 那就說吧 可能是他可能他可能他可能他嘛 就是什麼呢 就是 三個裡面 三個骰子裡面 其中有一個 他是基數點 他基數點的機率是二分之一嘛 然後其他呢 這個不是基數點的 那個呢 機率的話 就是多少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因為什麼呢 因為另外兩個 另外兩個的話 都是偶數點嘛 另外兩個 偶數點 他的機率也都是二分之一嘛 所以是二分之一的平方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是 植出一個 一個基數點他的機率 比啦 這個就是等於八分之三嘛 那植出呢 所以這是八分之三 那植出呢 兩個基數點 兩個基數點的機率多少呢 比如說這兩個嘛 他基率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嘛 所以是二分之一的 平方嘛 那第三個的話 第三個的話是偶數點嘛 也是二分之一嘛 那這個也是三啊 所以這也是八分之三 八分之三嘛 然後植出三個基數點 三個 三取三嘛 全部都是基數點嘛 二分之一的 三字的話 因為每個 植出基數點的機率都是 都是二分之一嘛 這個多少 這是八分之一啊 八分之一嘛 那我用這個 那現在呢 植出呢 0個 三取零嘛 0個那個 基數點的 通通通是偶數點的話 這個是二分之一的 基數點是0個 偶數點的話呢 是三個 這是一啊 這也是八分之一啊 八分之一啦 好那我用這個 我們也可以算出三一體的那個期望值 我們來算算看 上一體 上一體的期望值的外貨多少呢 就是你植出 一個 基數點的話 它幾率是八分之三嘛 所以它是一乘以連八分之三嘛 那植出呢 兩個 基數點 它幾率是八分之三嘛 所以二乘以八分之三嘛 再加 植出三個 基數點 它幾率是八分之一嘛 三乘以八分之一嘛 再加多少呢 植出呢 0個基數點 它的幾率是八分之一嘛 這個算出來 也會是二分之三啊 這是八分多少呢 3 加6 加3 這是12嘛 4 4 12的8嘛 是32 所以也是二分之三 所以也是二分之三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現在的話呢 這個 它說要 如果你沒有 植出基數點的話 你要賠多少錢 那就是說 總 期望值的話 這要等於零嘛 也就是說你 玩很多次 玩很久以後的話 你是不輸不贏的 不輸不贏的話 我們看 我們看到 贏的情況 贏的情況是三種情況 那輸的話 就這種情況 贏的情況是 50 乘以多少呢 8分之三嘛 加多少 加100 乘以 8分之三嘛 再加 150 乘以8分之一 然後呢 再加多少 再加負的X嘛 就減X嘛 乘以多少呢 8分之一 好那我現在8我可以約掉 8這個我可以約掉 因為它等於零嘛 8我約約掉 那這樣我X移過去 X就等於多少 150 加300 再加150 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 300 300加300 是600 也就是說 你要什麼呢 你要先付600元 這樣子的話 它的那個 才是公正的 就是說 就一開始 一開始玩的時候的話 你要先什麼呢 先出600元 然後你如果贏的話 可以拿這些錢 可以的話呢 可以拿這些錢 這樣會不會 8分之一 300 所以要先付600元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先付600元 但是 感覺上的話 這樣子的話呢 會不會有人要玩 一開始就要付600元 然後的話呢 你那個 值出什麼 8分之一 你 你值出一個基數點的話呢 可以拿50元 值出兩個基數點的話 只能拿100元 值出三個基數點的話 可以拿150元 150元 但是你什麼呢 你那個 你還沒值的時候 你就要付600元 那這種遊戲 遊戲有人要玩嗎 那直覺上的話 就玩遊戲的人的話 好像有點吃虧 再我們看來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呢 他是怎麼講 他說 他說 小心認為 投資要有 報酬 高報酬 才能吸引顧客 顧客遊玩 於是 他提議 若參加者 選擇偶數點 則虛負 30元 才能 玩骰子 喔 我剛剛的話 我剛剛解釋錯了 我剛剛解釋錯了 剛剛的話呢 我是解釋說 還沒完之前 就要付600元 不是這樣子 這個不是還沒 還沒完就是 要付600元 不是這樣子 第二種情況的話 是什麼 是 你玩的時候 不用付錢 不用付錢 然後呢 你如果得出一個 一個 基數點的話 你可以 向莊家拿50元 值出兩個 基數點可以拿100元 值出三個基數點 你可以拿150元 就是說你運氣很倍的時候 你都沒有 值出基數點 也就是說 你值下去的話 三個都是偶數點的時候 你才要賠錢 不是說 一開始你就 護裝加600元 不是這樣子的 這兩個很不一樣喔 因為你一開始如果 還沒值的話 就要護裝加600元的話 這裡就不應該乘以 八分之一 那這樣的話 沒有人要玩啦 所以呢 第二種情況是說 你一開始不用付錢 不用付錢 不用付錢就可以完了 只是說你如果夠倒楣 夠倒楣的話 三個都是偶數點的話 那你才要付600元 當然你不會這麼倒楣 你那個 你那個 就是應該會 一個、兩個、三個 那你只要有 極速點的話 你就可以賺錢 而且 你不用付錢 可以玩 然後的話 你贏了又可以拿錢 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大家就會很高興 好 那現在的話呢 第三小局是說 第三小局是要先付錢的 跟第1小局不一樣 跟第2小局不一樣 他小心認為投資要有高報酬 才能吸引這個顧客 然後他的高報酬是這樣 他說 於是提議 若參加者選擇偶數點 選擇偶數點的話 則 需付30元 就是說一開始的話 要先付30元 然後才能死骰子 當骰子出現K個偶數點的時候 可以得5的K次方元 好 那我們就按照這個表 這個表把它改一下 我改成偶數點 出現一個偶數點的時候的話 那要負多少年呢 負5的一次方 就是負5元 他的機率的話 當然也是八分之三 為什麼 因為你出現偶數點跟出現 記錄點的機率 就是二分之一 好 那你出現兩個偶數點的話 他那個什麼呢 你就可以得到 5的平方 5的平方 然後呢 出現了三個什麼呢 三個偶數點的話 就是可以得到 5的30方 好 那出現0個偶數點 也可以得 你可以得到 5的0次方 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的話 則 獲 獲利金額的期望值的話 獲利金額的期望值的話 1 x的話 就多少 一開始你就要先出30元 一開始就要付30元 給裝家了 然後你才能夠開始資產證 你值得呢 一個的話可以得 一個的話可以得5元 就5乘以8分之3 那值出兩個的話 可以得5的平方 5的平方 乘以8分之3 再加多少呢 值出三個的話可以得5的30方 乘以8分之1 好那你都沒有值出偶數點 全部基數點的話 你也有錢 1塊錢 5的0次方 1塊錢 乘以8分之1 那這樣期望值是多少 期望值的話是-30 加上8分多少 15嘛 加多少 這是75 25乘以375 加上125 加1 加1 那後面這個多少 這個的話 這樣加起來是90 90 加上125 這是5 11記215 215的話 再加上多少 加上1 216 所以這上面這是216 約掉4 4的8 218 45 20 40 16 還可以再約 22得4 27 27 那這樣的話就等於多少呢 就-30 加27 所以 你是虧的喔 虧3元 就像你一直有印轉 到時候要的話 你會虧 但是上面這個的話 不會虧喔 上面這個的話 你輸了要付600元 啊你贏的話呢 就只拉那麼少 但是你不用呢 一開始出錢 這個是一開始就要出錢 但是你玩一玩的話呢 莊家是贏 這一個的話 莊家沒有贏 這個是公平的 但是這個不公平 這個是莊家有賺錢 所以答案的話呢 是- 第3小提示 戶3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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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